大家好,我是从阿尔兰来的毛爱杰 今天我会用块板给大家讲 武松打虎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武松怎么在一个小村里打了一只老虎 我就开始吧 诶,主板这么一打呀 别的掌鼓说 说一说,打虎英雄名叫武二哥 话说这一天,武松抄家伙 他只分井阳刚,他心里乐呵呵 嘿,要说打虎还是武二哥 打了虎,出了名,我天下,传送 可没走迪迪路,他心里安作梦 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哥 吃公还是母,吃糕还是虎 吃一个,吃两个,还是一大锅 一个还好办,我跟他能比划 要是伤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 转身刚要走,他心里又琢磨 现在也伟打虎买了好几桌 又吃肉,又喝酒,还请我唱歌 又洗澡,又上,还给我按摩 这样,回去,你叫我怎么说 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 我说我有家条 我谢两天,再说 现在也听着话,他准说我差劲 众坏性只向我,我面子望大哥 我还得巴山上,我还得去平活 打了虎,出了名,我可了不得 最起码的跟江生明星平起又平坐 什么叫伟文亮,乃可是天理和 他,马三立见了我,提前的遛我 哦,明文武松打不打虎啊 赞相会跟您说,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